多猫家庭该如何选择猫粮呢 作为一个七只猫的常识官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多猫家庭如何选择猫粮 首先 安全靠谱永远是第一位 毕竟是毛孩子吃进肚子里的口粮 猫咪吃的好了 生命这样就少了 常识官也能少超点心 第二 性价比高 多猫家庭每月最大的支出就是猫粮 有些猫粮慢的贵 但是适口性不好 猫咪不喜欢 所以性价比也是我很看重的一点 第三 营养均衡 家里的猫组织多了 每只猫的需求可能也不太一样 所以一款猫粮一样 全面均衡 能够适合多只猫咪也很重要 比如我最近找到的这款 Farmers Market 蓝宝石全家冻干猫粮 配方包含了三种肉和四种冻干 第一位是鲜鸡肉 对比市面上大部分的肉粉粮 鲜肉粮消化鲜肉率更高 动物性蛋白达到了75% 丰富的肉类没有猫粮会拒绝 还有鱼肉加鱼肉的补充 让猫粮的毛发保持亮丽 再看一下检测报告 出蛋白42.06% 出脂肪21.3% 完全能够满足猫咪的营养需求 并且添加了益生源加益生菌 对肠胃吹出的猫咪也很友好 特别添加了五色蔬果 全面呵护猫咪泌尿 心脏口气等各项问题 加以猫咪的不同健康需求 一次性得到了满足 为了一段时间猫咪都挺爱吃的 整体来说 这款量各方面确实不错 值得尝试